就是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就跟大家講一下我怎麼準備的 那就是其實我考試也是去年一次其他11月題 然後就是因為我是考第二次了 然後而且中間間隔滿長短時間 就是我大一下的時候考一次 然後去年大概是大三上嗎 大三上又考一次 以時間來講這樣子 那就是說我個人覺得像閱讀的部分啊 那就是我是真的覺得技巧比 你真的把全部文章都看得都更重要 因為像我記得我第一次考試的話 其實我最後應該是有一 就是最後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拉格的那個最後一大題 就是我記得我最後是有兩三一選項沒有做法 那其實我是覺得我第一次考試的題目也比較簡單啊 然後就是 而且時間就不是很比較重 一旦有剩個一兩三種方法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看 那就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就是你單字在怎麼背 還是有點極限 然後你一定要就是 我是覺得那個叫什麼老師 Kelvin Kelvin老師 就是他那個技巧是真的還蠻特別的 因為如果我沒有來上課的話 應該大家都是從頭看到我 然後整天看完之後才去寫答案這樣 那我真的覺得你做閱讀的時候 頭腦真的要非常清楚 你如果一謊神話 或是一謊神話你可能就會 因為我覺得邏輯這種東西很抽象 可是脫途真的很討厭 就是一直在考慮邏輯 然後所以你要真的要很仔細 也不可以翹 然後就從頭腦真的要放輕輕一點 然後 而且不要想太多 真的你有時候想太多 我覺得錯更多 我第一次應該就是想比較多一點 對 那 那聽力的部分 聽力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你寫作跟聽力都會用到聽力 口說也會用到聽力 所以聽力真的蠻重要的 然後 我覺得就是以 假設你是在做那個 TPO嗎 TPO 如果你在做TPO的話 我那時候是聽力就是 比如說就做完嘛 然後有錯的地方 我就在聽 然後 然後 就是我第一遍聽 我會先看著他那個 他好像可以叫字幕出來 就是 就是照著字幕 然後就是他 就是 對著字幕聽 然後第二遍再把字幕關掉再聽一遍 然後我就 我大概錯了 然後如果一直沒聽到的話 我就會聽了三四遍 一直狂聽 聽一聽一聽一聽 然後就聽到 就是真的知道那個選項 為什麼是這個答案為止 然後 嗯到後來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那時候應該是覺得我聽力蠻弱的吧 所以 我會就是把聽力裡面的單字就是 嗯 只要是他放過去我沒聽懂 我都把它抓出來 然後就是打在Word裡面這樣 因為他 其實我後來覺得 拖呼的有些 聽力也會重 就是重複出現 就是那幾個字 就一直出現 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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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你就要就是記得 而且因為你把那個 單字記下來的話 你可以順便就是 背一些單字這樣 然後 嗯 平常的話 我是覺得 Head還蠻有用的啦 就是一個熟悉語感的感覺 就是平常的示範師就看了一個 而且我是覺得 Head充滿了知識 就是 就還蠻有趣的啊 對 你會挑你有趣的看啊 對 我是覺得聽力真的是狂聽 聽到你批發 聽聽聽聽聽到死這樣 然後就是就會看滿滿緊 然後 嗯 寫作的話 就是 嗯 嗯 那種模板模板 真的 雖然說這次寫作不應該這樣寫 可是模板真的就趕快把它背熟 然後 因為我後來自己有分析一下 我第一次跟第二次考試下來 其實 我真正分數好像比較低的 應該還是第二個 應該叫 獨立寫作嗎 嗯 對對對 就是所以其實 前面你模板出來的話 你那個點有聽到 你把它打進去 喔對 然後你在聽的時候盡量就是 細節能多聽解就多聽幾個 因為你可能到時候會發現 應該 就是如果你多聽細節的話 你就不怕自己會打到 就打不滿那個知識 而且第一篇200多的事情 真的還好 就是你只要細節能有聽足的話 就是其實寫進去還蠻快的 然後獨立寫作真的就是要 嗯 好就是要多 我是後來啊 後來才有在那個 背那些文法 就是寫在下面那個 就是你補充了這個片 喔 接著他補充片 對我一開始很偷懶 然後就是 我是第二次考試的時候 比較有在認真背 然後 但是其實我後來就是 成績看下來 我還是覺得我第二天的格數比較低啦 就是 嗯 獨立寫作好像真的就是 只能看就是要多寫 然後 我那時候就是 考試到最後也是 跟TPO練吧 就是反正每做的TPO 就是你TPO不要只做了那個 閱讀跟聽力之後 後面就不做了 你就一整套做完 然後寫作就是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先丟到過的 研修正文法 然後再去清一下 幫你蓋這樣 那握著文法的時候也蠻爛的啦 就是錯啊 就不喜歡這樣 然後口說的話 其實我口說沒有進步啦 對 就兩次都一樣 然後 但是口說我還是有練習 就是 我兩次都是有 就是因為Touch老師 是不是都會分組嘛 對 然後我知道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但是就是 因為口說你真的除了講話 也沒有辦法 就是 你對著就是 聽花板講的沒有用 就是你一定要跟著人講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 就是用Skype練習 然後就是大家四三二出來 很在台南很在新竹 很在台北 然後就約個時間 大一個Skype 然後就 喔 因為不是有什麼基金嗎 對 其實我個人覺得基金 跟真的考試的時候提供還是有差啦 就是基金回答很順 可是等到考試的時候 還是就是 非常K 一直講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就是口說真的 也除了多 一直講一講話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然後因為我兩次都沒有進步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還是 嗯 就是 可能是 我講話還是沒有 很念不慣吧 就是 你們會一直斷斷續續 然後一直欸欸欸 這樣 對啦 好 有人有問題嗎 喔 所以大致上就是 講完這個右撐嗎 那大家剛才聽的時候 有什麼興趣的想 那 所以同學請坐 我也是念護理系的 喔 我現在是護理系的啦 蛤 護理系的 護理系的 對 當護理師的 你護理系的 啊然後你吐提就這樣轉轉了 我以為你要自己鬆這樣 因為念護理系 然後念書的時候 就是要用文書 喔 可是其實我個人覺得 原文書 啊沒有沒有 我們到大三大師應該也沒什麼 原文書吧 我們到大三大師都在跟別人講話 就是 啊 這很重要 對其實我覺得原文書 嗯 你要不會影響 有但是我覺得影響不大 而且像我們原文書那種 就是他都是 好 有一點影響啊 比如說你念生物化學 可能會有用到一點點什麼 蛋白質啊 protein cholesterol 對可是其實我個人覺得原文書的影響 真的不太大 因為 嗯 對啦 或者是你念是一顆星 可能你閱讀的時候 你看到一些地質的混帳 對是多少一點點有此啊 對 但是嗯 我個人覺得如果閱讀 你要說原文書有影響的話 其實不太一定 因為你那些東西 嗯 看久他其實只有那幾個字 而且他真的在考的時候 他不會真的考你那個字 他還是考你說就是 就是他很多種提醒嘛 就是 那個Q跟很多種提醒 對對對 還是靠你一些觀念 插入句啊 對 好 對不起 請問單字要怎麼背 單字怎麼背 單字怎麼背 單字怎麼背喔 單字喔 就是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從閱讀裡面去找 因為平常你這樣子 其實我後來還是有拿Q本雷本在背 然後我就從頭背到就看到我 然後你不要就一直看同文書 然後一直想出來把它背起來 反正你一定會忘記 就這樣一直翻一直翻翻過去 然後再從後面再翻翻翻翻翻 一直翻一直翻翻翻去 對對對 然後我個人覺得你從 我自己也覺得是你從文章裡面找單 就是文章裡面背單字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那種用的單字表背是最後的方法 對 你要從單字就是 像譬如說 假設你最近在看CNN新聞 然後最近不是有個什麼 那德國廢子墜機啊 然後裡面有個字 然後就是 假設很長 然後你就去查 你才會真的有印象 其實我後來是忘記去查 所以我那新聞給我關掉 所以我說類似這樣學一些 但是 但是這個是慢慢的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經快要考試 你真的就只能拿單字表 然後一直翻翻翻翻 而且我不能覺得 就是有時候念書 你會有種技巧吧 就是 你譬如說你要考試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這個東西念過 然後好像在某個位置 然後你就會印象它在哪裡 然後你覺得它就會浮現 這樣 我說有些人啊 像我聽說有人念英文 是用聽音樂的方法 就是他旁邊放音樂 他的東西就直接親他 對對對 我那時候就是好像 有些人會有不同的 像我有時候是記位子 比如說那個答案在這個地方 然後或是某一頁這個地方 對對對 我就曾經出現 老師講一個某個角落 我沒有老師講過 就是有點像這種感覺 對 好 因為我覺得單字書這樣很難背 對啊是很難背 所以通常不會買瓜 就是ABCD 然後一直排到就跌 超難背的 真的最好說 其實你要從閱讀裡面 就是去把它記起來的例子 但是死到影頭都真的滿 不可能那麼慢 對對對 這樣大概一天的話 花了多少時間在 念陀福嗎 對 其實 其實我第二次考試 因為是在學期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還要準備 就是學校的考試 其中考就沒的 然後就是 因為我11月底考了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快要考試的話 就是狂做體力喔 我提過應該就是 我那時候是一到三十 三十幾 對 三十三 三十二 對 我不只做一遍吧 就是 就從下面坐上來 然後在上面坐下去 你應該少做兩遍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你說一天準備多久喔 晚上吧 對 白天都在上課 對 那請問你有考其他的英文檢測嗎 然後考成功嗎 那你說多一之類的嗎 對對對 二十我沒有考 多一 好像九二五吧 對對對 可是沒有我那是菜道的啦 因為我那時候聽力就是滿分 但是我閱讀那時候 就是分出來差滿多的 就你把990放到925 其實我閱讀被扣很多分 對對對 因為我前面坐得太小心了 所以我們就沒時間做這樣 對 好 還有請問的 還有追問的 我們覺得一秒鐘十萬快上下 很難得請到他來 我跟妳說 所以趕快跑到時間之後 那個一絲疑慮的這樣子 我可以請教 那你覺得你進步最多是哪一科 是哪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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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寫歌 哎呀剛好 我喜歡做 欸我第一次考二次 然後第二次考二次這樣 對 幾乎很多分了 我是真的想要對寫作 其實不要理題 等等 我跟妳講那個 因為寫作中文要理題都很簡單 然後何況是英文 尤其是獨立寫作 妳打到最後 打到最後去才發現 欸不太適合 趕快再下一個結論 因為我第二次考試就這樣 就只有 嗯怪怪的 然後趕快最後去再打 就是收我一下這樣 很容易理題 真的 就是因為英文 妳有時候要副集 就是用法 語句什麼 就自己打成熟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好吧這樣子 對啊 那獨立寫作真的蠻難練的 但是我覺得前面那個 可以好好把握 但是聽藥其實也要聽仔細 真的 妳有時候妳好 今天做到最後已經快不行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聽力 可能會稍微放生一下 但是妳一定要把握細節 就是有細節也可以把它塞進去 好 明天才會脫步的網報 對 四個科目有三個要聽力 好 那我們對 對嗎 決定沒有了 學姐要走囉 沒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翻送去